房产公司又给我们打电话了 提供两个新的房源 然后现在我们今天去看这两套房子 在这几天买房卖房的事件中 谢谢朋友们参与安闲的这个买房卖房的这个事件中 安闲也感谢大家给的建议 所以说我们会持续看 然后呢最终会选一套我们自己喜欢的 因为不想就是草率的就随随便便看一个房子就定下来 也是在最起码符合我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可以盖仓库 然后呢利用办公室在家里面 这一点是要符合我的要求 善个房子是符合我的要求 但是它那个面积有点小 所以我们已经放弃了 看今天这两套怎么样 从网上看是还不错 走吧一起去看一看 今天天气很好看 到了 来吧进去先看看这个房子长什么样子 是吧儿子 儿子说他这个小区里面环境很好 这是旁边的邻居们 这个区域的房子长得都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没进门的客厅 这是一个没进门的客厅 这全部是木地板 这边有一个门的客厅 这是一个厨房的客厅 这边有一个厨房的客厅 这是一个厨房的客厅 大家这个厨房还行哈 然后不大也不小 这个是个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洗衣房 这是设计的水管 洗衣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楼的卫生间 它这儿没有烧味 这个房子离杨女区的公司很近 才二十分钟 然后她一看房子的地址 跟公司很近 她开心到不行 但是这个房子面积不是很大 不过房价跟上一套 那个房价是差不多一样的 六十几 好到这儿来了 地下室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看 地下室 地下室全部铺的都是地毯 这个是杂务房 从那儿出来是后院 这个玻璃园 有一个小院 这个面积也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房价确实很高 我们上楼去看一看 看一楼没有卧室 在这个楼梯不是很高 这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房子就很普通 这是一个主卧室 它这个主卧室好大 这个主卧室 这是一个主卧室的独立卫生间 这是浴盆 这是单独的洗澡的间 我这个房子的面积 跟我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的面积 这就是一个卧室 这是一个小区 单独的柜子 他去哪个房子都很开心 我发现 Manda去另外一个房子 是吗 走吧 那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 我们去下一套房子 看一看吧 这个房子直接就被我们 pass掉了 空间太小了 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然后一楼又没有卧室 所以不行 直接过了 我觉得看房子 真的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 很操心的事情 因为你要不停的看 不停的看 不停的看 最终选出一套自己喜欢的 而且呢 现在呢 就是美国是一个买房 卖房的高潮期 就是你看中的房子吧 你要稍微有点犹豫 那边可能就被人家买走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就是挂在心弦上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说百分之百中意吧 反正看上之后 差了就赶快的出手 这个不错 这个一看这个房子都 空间够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个确实有点小 不行 但这个区域 房子都是很大的房子 然后空间也很大 有个别的 那小小一些 虽然是着急买房子 但是怎么说 也不想委屈自己 我是计划在六月底 然后儿子放假 把这个房给安置好 但是如果是超出这个时间 我也愿意去等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我坚决不会去搬了 一点都不能受委屈 然后洋女婿说 行 我们继续看 继续找 然后呢 什么时候找到你 和你心意了 我们就立马定下来 我说好 哎呀 有她在背后大力支持 陪着我看房子 那我 我最起码这个心情是愉悦的 好过我自己去看啊 开这个车 一天跑几趟 房子好漂亮啊 我那天听一个朋友说 买房前面有河 后边有山 是最好的风水 现在美国的物价也是风涨啊 什么东西都涨了 翻倍的往上涨 所以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吧 让这个百姓们 都过上安稳的日子吧 哎呀 夕阳夕下了 在那呢 拜拜